李宗盛 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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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副總統到我們台北市黨部來 我想今天召開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身為台北市的民意代表 我想我們感觸最深 因為阿扁前總統 他其實在台北市當過市長 當過市長 當了我們的總統八年以後 到現在 還在被我們的馬總統把他關在牢裡面 雖然現在也在榮總就義 但是時間拖了這麼長 民眾不禁會去問 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政治目的 如果說完全都沒有政治目的的話 為什麼這麼越來越 因為在台灣這麼多的一個民眾 要求讓前總統可以把外救醫 這樣的一個主張 我們的總統我們現在的執政當局 似乎都完全沒有聽進耳裡面去 這不禁讓人覺得 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政治目的 我想民主進步黨 隨著時間的一個過去 阿扁總統一直關在裡面 民進黨沒有什麼好切割 到現在 其實社會大眾 慢慢這個壓力 可能也會轉移到馬總統的身上去 我們不是要給他什麼樣的一個壓力 我們只是很謙卑的 希望總統可以正視阿扁前總統 畢竟他是你的前輩啊 我去看過阿扁非常多次 那麼阿扁總統他的生理心理 那其實都已經有非常明確的檢驗的報告 那麼他已經生病了 他是完全符合保外就醫 那麼總總的醫師更建議 他應該由家庭的支持系統來協助治療 那麼這是一個受刑人的一個基本的人權 其實阿扁沒有特權 那麼保外就醫的條件符合 現在的執政當局就應該核准 這是對每一個受刑人都一樣的 但是為什麼獨獨對阿扁總統如此 據我所知啦 從國民黨內部高層傳出來 其實大家知道 高層有時候半夜就會宣布行政院長人選 高層傳出來說 馬英九的民調只剩下13% 那麼如果把扁也保外就醫了 這連13%都不會支持馬英九 所以馬英九現在考慮的是不是就是這13% 那如果你是考慮這13% 維持你的基本的13% 那完完全全就是政治的考慮跟操作 如果把阿扁可以保外就醫 符合法律要件以及符合這個人權的主張 那麼這樣的一個狀況 變成是你的政治考慮 你的政治操作 你的最後的政治基本的籌碼的話 那就是 那就是政治是 那就是政治案件阿 那就是政治追殺 這是我展開一人一性運動的第八戰 我每天差不多跑三個縣市這樣再跑 今天第八戰等一下到基隆 明天跑三個縣市中部再來發動 我都會去 今天阿扁總統 是民進黨當中唯一一個 曾經當選台北市長的 也是唯一一個當選總統 唯一一個當選兩任總統的民進黨黨員 可以說是台灣本土政治勢力當中的No.1 可是回過頭來 他今天的處境是這樣的悲慘 他的病情非常的嚴重 不只是他的民間醫療小組如此認定 榮總的醫療團隊 他的診斷書也接近 另外監委黃黃雄 他特別在邀請九位 那幾乎也是這樣認定的六項疾病 大家都已經知道 睡眠重度呼吸中止症 也就是說他如果睡著的話 很可能呼吸中止 那腦部就缺氧 而且是重度的 所以醫生說光這個就非常危險 有可能萃死 如果睡眠當作缺氧太過 那麼這段時候事實上也是因為 睡眠呼吸中止症 所以導致他腦部長期缺氧 因此腦部很多的部門 有所謂語言區 有所謂腦導 還有什麼性人核區等等這些 都已經心血管萎縮 腦部病變 這個都已經是確定的事情 今年九月我去跟他談 發現他講話不太對勁 那麼才知道是口急 現在他沒辦法像我們講話侃侃而談 他一定是 扯半天 我們聽的人要非常非常耐心 用心去聽他要表達什麼 他當然比我們更吃力 他不是啞巴 他也很想表達他的意見 可是語言障礙已經確認了 那麼再來 12月初我發現他手開始抖 那現在抖得更嚴重了 那麼我們今天要問的是 馬英九總統真的跟陳水扁 有這麼多的恩怨嗎 我想來想去沒有 陳水扁對馬英九有恩 第一個就是在什麼 選台北市長他選連任輸 造就了馬英九由市長 後來進入總統府 那麼特別會起訴 假如真的我們要介入司法的話 我想今天處見可能都不一樣吧 我不願再講下去 所以有時候我們對對方的寬容 結果是對自己這麼殘忍 我是覺得說這是令人不勝期虛的地方 最近有人在提醒說 不管是何氏案或者是阿扁案 為什麼馬英九還是無動於哀 側隱之心 愛今勿喜 有高人提醒我 他說是不是還有別人 比馬英九總統跟阿扁的恩怨更深 馬英九後面有沒有常定人在指揮他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如果他還有不能抵擋後面的黑勢力的話 我們人民要站起來 這就是我發起一人一信 有人說這有什麼用 我說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因為這樣活著走出監獄的 參與或者協助讓我提早出來的 就是馬英九先生 我就公開承認公開感謝過他 那麼現在來看阿扁總統的病況 顯然比我當時 沒錯我當時的確癌症復發 可是我感覺起來 現在阿扁的病況比我當年更嚴重 因為我眼見著他的病情不斷的惡化 所以我很著急 所以我呼籲馬英九總統 你當年協助讓蔣經國總統 願意讓我保外就餘 我給你肯定 我給你感激 那好事再做一雙 如果你後面還有二勢力在抵擋你的話 我想你用人民的力量 來告訴他說 你必須對人民負責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 大家不要小看這張卡片 今天在台灣領導8年 我剛剛講過也是民進黨唯一當選台北市長 當選兩任總統的人 都受到這樣的欺凌智庫 如果阿扁都救不出來的話 你如果告訴大家說 你將來要做總統 你可以救2300萬人 我真的我們要這樣挑戰下去 做過我們台北市長 做過我們八任總統 都受到這樣的欺凌 那你想全台灣全國 我也為全國的受賢人請命 我們要這樣的 那麼如果這樣的一個人都救不出來的話 我們2300萬人誰能救 誰能救我們 我們靠我們自己來救嘛 如果不信他關注封來的話 那也等於我們的民主都封掉了嘛